前几天下大雨 用路人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22号傍晚5点半左右 新城乡台九线174公里处 北上车道发生一起痣状路数的车祸一万 一辆乡行车于是天雨路滑 直接失控撞上路数 瞬间强大力道除了造成车头严重变形 也让坐在副驾驶座的乘客受困 所幸车上两人最后生命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乡行车车头严重扭曲变形 一旁的路数滋干更是直接短成两节 这起车祸意外就发生在22号傍晚5点半左右 一辆乡行车北上行进新城乡台九线174公里处时 疑似天雨路滑直接失控撞上路数 瞬间巨大的声响也让附近居民吓得赶紧报案 就一个蹦很大声啊 然后我就出门看 然后就看到那一台车撞树啊 那个里面有一个就是有哀嚎声啊很大声 然后在想说可能有卡到人 然后就赶快报警啊 强大的撞击力道造成副驾驶座的乘客 一度受困在车内动弹不得 警销货报后立即派出一辆救护车 及一辆器材破坏车 经过15分钟的抢救才顺利将人救出 驾驶的话目前是应该是静下过渡 那他的左手的无名指可以有疑似有骨折 那可以但是人可知情情种 算命真相算是稳定 那副驾驶座的患者的话 因为他的脚是被夹住状况 那脱困出来以后他的双脚 骨骨骨骨折 右脚的小腿那边也骨折 然后脚立板也整个裂开都骨折 然后有一事大量出血的状况 两人送往慈悸医院治疗 均入生命危险 驾驶王庆男子酒车子为敌 持照正查至于肇事原因 警方上代调查明清中 锁清车上两人以时结为亲信 在松医后也没有生命危险 新城分局呼吁用路人 不要有酒后驾车疲绕驾驶 及超速等违规行为 并要注意前方人车动态 才能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徐立芹新城乡报导